在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地 稀30多公里 一抹浩瀚的洪泽湖 正位于淮河下游 这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 为抵挡淮河洪水 保障运河通常 人们修筑起洪泽湖大堤 历史可追溯到东汉的长堤 已被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时隔6年 远方的家设计组再次来到这里 见到了老朋友陪安年 湖大地始祝叫汉淮宴 东汉建了五年始祝 成人始祝的时候 名称就叫汉淮宴 后称叫高家宴 它的名称已经清楚地 说明了它的功能和作用 汉为淮淮沉不受淮水的侵略 送在黄河渡淮以后 已经造成了 不能保证运河的畅通了 到了明湾的半年 潘吉先生河总 他提出个治水方料 第一个是肅清 淮河的水被称为叫清水 要把它流袖住 流袖住是干什么的 抬高淮河的水位 冲蒜 清河的黄河渝沙 就叫蒜黄 其中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寄运 为了达到这个三个目的 加高和延长的汉淮宴 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 红河大地 有了这个红河大地了 淮河的水在这边 区庸里面 不能随便地流淌 就形成了今天的红河 那么形成了红河之后 一方面达到了 涮黄的目的 一方面保证了 运河的供水 这样就保证了 运河的畅通 经历代整修扩大 明清两代 大堤渐渐被石工墙替代 整条大堤 约有六万多块 千斤中的条石 用糯米石灰浆 砌着而成 助攻精细 严丝合缝 工艺达到当时的 世界领先水平 周桥大唐 有一段保存完好的石工墙 由清朝名臣 林泽许主持建设 清道光四年 周桥一带 湖堤绝口 还在福建老家 丁佑的林泽许 被吉兆至 洪泽湖主持治水 在他亲自带领下 六年后 一条长约八百米的堤坝 终于修筑完成 在每一个平面的中间 它乡线的一个附建 我们讲叫体局 或者叫体定 就是把两块石头 通过这个的摇荷 形成一个整齿 让它更坚持和牢固 这边的大头 对 这个固定的这边 这边的大头固定的这边 对 它是一个榫卯结构的 连接的 对 作用 那么林泽许来 抢求的工程段 就筑上了名文 你看林工两个字 对吧 这个东西大集修成了之后 外面是看不到的 外面看不到 这个里面有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名文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词叫 质量保证区内 工程因为质量溃提了 这个东西一出来 就知道这个工程是谁的 追查这边 追查谁 治罪 治谁的罪 明年有个术语 叫铁镇如山 瓷海里面有个瓷条 叫铁岸如山 但是没有住瓷语言 是怎么来的 我想这是最好的诠释 经历代加固维护 洪泽湖大堤 已称为国家流域型堤防 长67.25公里 守护着湖盘万勤沃土 洪泽湖一带 水产养殖也兴盛 南岸的须夷县盛产小龙虾 六年前 施制组就来过这所龙虾之都 再次到访 我们找到当地美食达人大喵 一起来到养殖基地 我们其实刚才路过了县城 对 到处都是龙虾的滋养 是吧 对 也就是在本地龙虾吃之外 它这个产业是一个支柱型的产业 对 像我们今天能看到的 就是这边我们眼见的 所有的田全部都是 有5000亩 是虾道共生田 2015年 县里开始推行虾道共生综合种养方式 采用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结合的产业模式 您好 您好 小龙虾曾经生长的水塘 如今都变成了青春的稻田 那现在这个季节有虾吗 现在虾不多 很少 这个时候龙虾就产子了 进冻了 明年三月份以后 它就逐渐地出来了 那一般几月是上市的这个时候 5月到6月 这两个是最高峰 同乃广加盟的江苏 虚移龙虾产业发展集团 规划有万牧省级虾道共生标准化生产基地 与中国工程员张红成院士 中国水厂科学院淡水研究中心等科研团队合作 繁育优质龙虾 优质稻米品种 统一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 带动周边致富 拿起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60克的 对 这算是长得比较好的 各大的 但是一般的话 产出来的小龙虾的大小都是这个大小的 35到40克 它为正常的 是比较多的 所以吃到这样的虾也不算小 它是比较正常的 不许不许不许 那这种大虾就是算是百里挑一 不大概占到10%这样的 那就10里挑一 对对对 是这个比例 这个就属于我们平常吃的叫789的虾 对对对对 这个在虚拟叫炮头 对对对对 就是顶级就品级 平常比较高的这个 不是可以以上的 不是可以以上的 它这个大小就叫炮头 炮头 啥意思啊炮头 就是比较大的 超过一两个以上的虾 那为什么它叫789呢 789前的虾 它的重量789前 35克不就是7前吗 对不对 那再长得不好的就比它还小 对 那比它小的比例大概能站到 30%这个样子 那我大概理解了 就是30%到90% 60%的是这个大小的 对 10%的是比较大的 对 还有30%是比这个还小一些的 最小虾苗了 同乃广说 它家承包地 母产约200度公斤 平均每斤15元 炮头的价格能到 每斤30元以上 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 一季产稻 一季除虾 不再用化肥农药 节约成本的同时 小龙虾和稻米 也更加绿色安全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稻田里 还是有很多水的 对 那为什么要把虾 放到那个水塘里去 它在这里面不能存活吗 现在气温啊 还在20大几度到30度 这个样子 因为小龙虾它怕高温 每年2月份啊 它在环戈里面 就上这个平台了 我们讲这个稻田叫平台 它为什么呢 因为气温啊逐渐回升了 它要找暖和地方 晒太阳了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然后到了7月份之后呢 它气温高了嘛 它又到环戈里面去了 那里面水生啊 因为里面有生的嘛 那等于是这样的田地 是我们为小龙虾的生存 打造好的 对 单独设计的 不需要我们太多的 这个给它人为的控制 它自己就会爬过去 不去不去 对 非常聪明的 比起传统的卖道沦坐方式 现在龙虎每亩 约能增收千元 虚仪龙虾以腮白 肉白 底板白为特色 是怀仰美食的代表 每逢6月到10 10月小龙虾上市的季节 淮安便会满城飘香 大喵带我们来到当地一家 口碑不错的龙虾店 蒜蓉和13香小龙虾刚刚出锅 听店员说 这几年店里一直在改良口味 现在改动之后 它的味道是更重了 还是清淡了 应该是味道更浓郁一点 但是口味它偏清淡一点 因为现在人没有以前那样 吃那个重口味 它更容易让人接受 店里七八九千的虾 五十八元一斤 四五六千的虾 三十八元一斤 我们点好五斤蒜蓉 五斤十三香 静点啰嗦 从小爱吃小龙虾的大喵 对吃虾颇有心得 还创作出一首以小龙虾为主题的歌曲 一个秘诀在我的这个词里面 我听到那个副歌了 是叫牵起它的手 就是先把它的钱拎起来吧 练到这里啊 然后轻轻吻一口是去 我再拿一只啊 对 牵起它的手 轻轻吻一口是去损息它上面的汤汁 吻哪个部位 随便 好 对 香 准备一下它的汤汁 然后掀开红盖头 就是把它的沙脑壳给它掀开 是从头上掀啊 对 先掀头 我一般是这样掰不可以吗 也可以 但是我们华安那一般会这样的 就是从它的虾背部 把沙脑壳掀开 这样掀开里面 整个这一块肉就都出来了 对 掀起红盖头 掀起红盖头 下面一句是 然后虾黄要吸透 其实刚刚咱们这个上面是扭着一些虾黄的 包括这个虾壳里面都有虾黄 要把虾黄先吸透 先吸一下这个上面的虾黄 大喵形龙 当地人吃小龙虾就像嗑瓜子一样 虚宜是全国最早吃小龙虾的地方之一 他父母小时候就常在水塘边钓小龙虾 用清水煮着吃 到20世纪90年代 当地人研究出更多麻辣等重口味的小龙虾口味 十三香的做法也是虚宜人的创举 这个虾肉还挺大的 我拖在手里可以看一下 这是有七八九甜的 这个肉其实挺大的 你现在吃它应该是非常非常入味的 我再蘸一下这个十三香 让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一下 这个十三香的味道 所以这个特别是中国人 非常好吃 这个十三香的味道很香 它又综合了很多香料 所以这种香味很难说是它不单一 有点点辣 有点点麻 有一些五香牛肉的香味在里面 它是一种很复杂的香味 如今虚衣龙虾已称为当地的城市名片 从2000年开始 这里每年都会举办龙虾节活动 以促进商与交流 对淮安人来说 小龙虾既是情有独钟的一道美食 也是维系人际交往的一条纽带 在淮安 凡是红火的小龙虾店 口味都不会差 我再尝一个蒜泥的 其实味道也不淡 很有味 这个蒜泥吃起来是浓浓的蒜香 不过我吃这一口的时候 最大的感觉是这个虾的这个肉质 很结实 很有嚼劲 因为有的虾再水里泡久了会软糯 但这个虾肉呢是很结实很有嚼劲的 有时候有嚼劲的话 就是它煮的时间短嘛 又不那么入味 它就是做到了又入味又有嚼劲 是吧 所以味道是很好的 就这个整个我拿勺子咬一下 就整个这个浓浓的 这个蒜香的汤汁的味道